嗆嗆三人行 今天我觉得不容易 把你们俩撮合到一起不容易 侯德剑和王某 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有透着很多个不容易 我老觉得你当年是80年代的时候 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时候 是不是王老师是文化部长 正是你在任的时候 一片繁荣 王老师是我当时的文化部部长 顶头上司 那是好几层以上的上司 那时候 侯先生在东方歌舞团 那时候他的 龙的传人 真是唱遍 大江南北 您这说话说到这儿了 还怀着一个热情 赤子之心 爱国歌曲 对 但是王老师前两天一听说 要跟您一块枪枪 王老师说 我正有问题 想跟他交流交流 就是说龙的传人 这我先打个岔 经过我有限的考证 现在基本可以弄清 在他之前 没有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的说法 据我有限的考证 也就跟三五个人考证 好像龙的传人这种提法 就是他这来的 他的歌声 他的这个歌 但是问题 他的歌出现之后 好多专家学者 也就拿这个当成个继承的传统 来说事了 这是说明了传播的力量 侯先生这个歌曲 正符合当时改革开放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心情 所以大家唱的特别的殆劲 可是呢 这是一个歌曲 歌曲就是歌曲 与学术无关 中华民族的起源 人类起源 这个华人起源 他不解决这些问题 我写那首歌的时候 我才23岁 23岁 24 78年 22岁 22岁 这多大吗 是 这屁孩一个 小屁孩一个 不是 什么样 歌挺好 这不是说您歌不好 后来有点过度解释 有的要求什么 这个要建立龙文化研究 有的说龙的传人 是这个世界各地华人的共识 这个不能共识 因为您要查词源 这龙的解释 它是宫廷文化 再有就是山脉 叫做风水的语言 还当姓讲 他讲的是龙子龙孙 指的是皇上 所以有的老爷子跟我说 比我年岁还大的 说龙的传人 你要是封建社会 敢说自个是龙的传人 非以你的九族不可 人人都想当皇帝 真龙天子 但是当时你是大学生 你是怎么 这就对你来说是个诗人 或者写歌词的这么一种 这一个激情 其实真的说不清楚 我当时实在是 你为什么会迸出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龙的传人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龙它是外国没有 这是中国常常见到的符号 那倒是 您上故宫也能看到 您上北海也能看到 这个外国没有这种龙 外国的龙是很恶劣的 毒龙妖龙都是那种 那是不同概念的 那是不同概念 这个还真的是 侯德剑造成了一种文化 还是造成一种误会 就是说 我觉得啊 你比如巨龙巨龙 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反正从我年轻时代开始 到现在啊 我一想起 他们要讲中华民族复兴啊 就好像觉得 中华民族一直就是个 几千年的龙的形象 好像这个龙现在要抬头 就好像是这么一个 一说这个 我又想起一个 对不起啊 这个侯先生啊 我不是跟您这儿交接 因为我观想起来了 除了龙以外啊 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一个文化参赞 她是和咱们一个 一个上海的姑娘啊 结婚了 所以她中文也特别好 她是学胖乎乎的 她叫什么来了 但是我记住咱们 她的这夫人的名字 叫叶青 她呀给我提过 这么一个意见 她说这个龙的船人里头 唱黑眉毛 黑眼睛 黄皮肤 她说这个能唱福色呀 你们中国能允许唱福色呀 她说如果在我们那儿 唱福色 她能拘留 这是西方那种 正式正确 对对对 还有这么一说 后来这个 您这个 还没有什么大关系 后来我还听过咱们的很正规的广播里头 播送朗诵 说 说是 我开一场会 在这场会上 我看到了 红头发 黄头发 蓝眼珠 绿眼珠 下面就开始笑 这个时候我看到了 黑头发 黑眼珠 一阵鼓掌 这不对呀 这个离谱了 这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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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可笑的 那她长黑眼珠 她长白眼珠 我也不笑 我笑着着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这首歌是七八年写的 七八年 就八十 八三年 八四年之后呢 我到新疆去了 八三年底 八三年九月份 十月份 我就发现不对 这歌有问题 有问题 果然是太年轻 是怎么发现了 有问题的 有人不是黑头发 对对对 都是新疆国 新疆国 各种民族 各种民族国家 你看他他耳朵 经常是金色头发 后来我当时 我就做了一个修改 对了 那么那个修改 就把那个黑头 黑眼睛 黑头发 黄皮肤 这一句改了 改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 不管你自己 愿不愿意 永永远远 你都是龙的传人 这不可能 所以其实啊 这个里背后 是有心态的 有心态 还是中华民族啊 或者说是 咱们以为的 这个汉民族啊 他是不是历史上 受欺负 或者一直啊 觉得地位不如人 悲情心态 所以我们比较 有一种啊 就是我们这一族啊 对对对 这种概念 识别符号 你对吧 你像他们说 你你们福清帮 要向福建的外边帮会 不也就是找 找共同点吗 身份认同 我们黄皮肤的 黑头发的 我们是一帮的 是一伙的 这确实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 红罐凉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以我的年纪 那么我小时候 在台湾 受到的教育 那么基本上 就是1840年 鸦片战争以后的 这个近代史 对我的影响是 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 那如果你说 龙的传人 这个歌的整个背景 那么估计就是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元素 那么另外就是 我外公和我父亲 那么他们跟我说 大陆的故事 大概是这两个 加起来 那么确实就是说 一个民族 如果是经历了 超过100 或者是200年的衰落 现在很快 马上就200年了 200年的衰落 对 那么确实 他的这个 对民族主义的 这个要求会比较高 对 你比如说 韩国或朝鲜 也是民族主义 比较旺盛的 也是对冠军的渴望 比较旺盛的 那么这都跟他们 和我们一样 过去那么的衰弱 肌弱有关 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倒真是 你到今天为止 你都有这么一种胸怀 就是说 好像他到现在 你说这旗帜不改 他给跑到外边 待了十几年 回到中国来 还是优国优民 我觉得 就特关心这些个中华民族 这些个 不是 这事是这样 你要是越跑的地方多 他越有一种 对自己的本土 对这个所谓的根的 这个情绪 你现在觉得爱国主义狭隘吗 爱国主义就是说 你要这么看 就是说 对于越衰弱的国家 或者过去历史上 越悲痛的国家 他是正义的 他就是 他就是必须要有爱国主义 否则你就亡国了 那么当时 但是当你的 同仇敌忾 对 当你强大起来了 或者是你富裕了 那么进步了 那么到达了一个中等或中上水平 那么爱国主义这件事情 他就会慢慢的合理化 或者是比较轻松了 理性化 比如说一句话 08年咱们拿几块金牌 第一 那么我们拿 奖牌也超过100 是不是 对 那么我们对冠军 对金牌的渴望 还像以前那么重吗 好多 就没有了 好多了 我就听到有人说 别拿了 别拿了 在自己家里面比赛 别拿了 留一点给别人吧 他有这种心情 我就有这种心情 对 是吗 我尤其怕这乒乓球 劈啦啪啦啪 那个全是 我说你让 这个跟这个玩的 你让那个什么 每次那个德国那个波尔 他好厉害 我就特别希望他能得也会关注 对对手 对手比较有意思 是吧 有时现在日本有那么 尤其那个叫福元爱 特别可爱 对 他那人也 那小孩也 长得也漂亮 长得还好 他中文还好 他还特清华 整天在中国这 都跟那那受训 对 我就确实有那种想法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心态的变化 真是从龙的传人那种心态 开始慢慢变成这个人类子孙的这种心态 而且他这还真有意思 刚才讲这龙的传人 我突然想起来 你知道还有一个 我听一个老师讲过 还有一个更神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 说这个侯德剑讲这个龙的传人 实际上 这个更加的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说呢 说龙是什么东西 在中国古代来说 有这个乌的这种传统 这种这种乌术 对吧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商周青铜器上 画着很多这个动物 他们讲 还有这个乌师 这个乌师 常常要借着某一种动物飞升 比如说他跟这个上天 或者跟祖先对话 叫成龙 成龙快叙 我们就说这个龙 你看中国古代的这个画里边 远古的画里边 还有那种 一个人驾着一个龙 你像屈原处词里也在说 就是说六龙的飞车 载着我上天 所以说真龙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说皇帝是龙 而是说龙是皇帝的交通工具 就是你今天 可能在某些地方是这么实用 有的想说龙连大怒 当然说的就是皇帝 不是说他交通工具怒 你交通工具怒 谁怕你 所以他们说你不能拿汽车 当成说我们汽车的船员 这个是比较后来的 就我们最早看到龙这个字 就是说在现在现存的文件里面 这是《易经》里面的第一卦 钱卦 那么他就钱卦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他说六龙 六条龙 玉天 玉就是驾驶 对对对 那么六龙玉天 那么实际上呢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太阳 在一天的一半的时间里面 六个时辰里面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对 那么他在天上 走过的那条轨迹 叫做黄道 黄道 对对对 黄道 他说的就这件事情 那么龙 真正的意思是太阳 就是在《易经》上面 那么如果再比《易经》更早 我就不知道了 从《易经》开始以后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黄石专用 这个关于龙这一类的事 别啊 也不能就是过于较真 过于较真 您说是交通工具 他说是玉天 那就是是天的交通工具 不是皇帝的交通工具 对 而这个什么龙心大悦 龙岩大怒呢 那就是又是皇帝本身 他本身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 是 类似这种过于较劲呢 也还有人就说是 中国人不要老拿龙自居了 龙这形象很不好 我在文化部的时候 那个一个北欧 一个国家的大使 还很认真的 而且是好意的 向我建议 说你们不要宣传龙了 宣传龙给人印象不好 你们中国人干脆拿熊猫 当自个儿出腾算了 那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但是那也没法接受 我们变成 不是龙的传人 变成熊猫传人了 这不是逗乐 最近还有一个教授啊 说中华民族是羊的传人 因为他说呀 这个古文字里边啊 你说真善美 羊大为美 对 善也是羊 是吧 就是羊 就是说这个民族啊 很远古的时候啊 他最尊崇的这些价值啊 都是羊 所以说是羊的传人 这个我也不敢 不敢说对 也不敢说不对 但不管怎么说啊 你是教龙运 这你得感谢龙 要没龙能这么火吗 龙的传人 但是 其实更好 是不火 不起不更好吗 啊 不火的话 这学问又深了 这境界更高了 没错 这是过来人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一本不破旧的教材 一间不乐风雨的教室 为了这些孩子 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很多 加入我们 大家一起来 咱老说这个什么龙啊 龙啊 这是说到这个要过年了 这中华民族啊 要过年了呢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 你们俩有共同点 就是啊 呃 王老师 特别想聊聊春晚 我发现你对春晚 有个特别的兴趣 去年你也是说 想谈谈春晚 今年呢 春晚也传来一些新闻 啊 就是比如说 咱过去没想到的 说郭德纲 有可能要上春晚了 等等 甚至还有人说 莫言要上春晚 给大家拜年 当然这个莫言已经辟谣了啊 说香烟我也没有代言 就是 哎 而你呢 真的是上过春晚的 嗯 我上过 刚才就讲龙的传言 在春晚上畅响 上过上过 哎 所以您到底是想说什么 我想 我想听听 这个侯先生 您的回忆 您在这个 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吗 您上春晚 我说我自己参加演出那一次好了 嗯 那么1988年的龙年 那么我去唱龙的传言 你看还真是龙年 哦 那么我就很紧张 首先就是说 我说我自己该怎么唱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大家排了又排排了又排 那么很多领导来看节目 那么之后有一些改 又改动了有一些 那么就有些节目 可能被拿掉了 或有些节目就增加了 那么最紧张最紧张的 就是每个人的词 每个人台词 都是一定要事先有本质的 那唯独呢 结果那天那个主持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离春节晚会要 开演前的倒数第二次排练 就再下一次就是演出了 他突然问我一句话 就我在唱歌的时候 要唱歌的时候 他说 我说这样我问你 这个十二生肖里面 今天是龙年 你说中国人对龙 为什么有特别的感情 这么喜欢龙 当时他一问 我想说可能这样 十二生肖有十一个生肖 都是上帝造的 就我有那龙 不是上帝造的 是咱中国人自己造的 那么这一段话 就是唯一的是 我自己把它加进去 然后后来可能是上面通过了 所以就第二次就是真正演出的时候 也让他问 也让我说了 也就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你说你那个时候压力大 我跟你说 在中国的舆论评价起来 你那个时候的春晚 还是我们回忆很温馨的 叫联欢 现在你要去 那压力你就压力山大了 就现在 我见过一个地方台的女主持人 前几年春晚有一个 就是说 每个地方台出一个主持人 抖开一个对联 就念这么一个灯迷 就一句话 然后这个地方台的女主人就说 说这一句话 我在北京 我们练了二十天 他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 我为什么对春晚有一点兴趣 第一 我已经多少年了 这个全家看春晚 年年不老 年年不老 因为我没有别的更好的活动 是不是 你说我这个年龄 我不可能说带着孩子 孙子一块去跳舞 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家 都一样 愿意在家的待着 另外我的子女 加上孙子辈的人气也挺旺盛 那还有点幸福感 又有吃喝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前有个六七年 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艺术学院的一个院长 他非常诚恳的给我提一个意见 他说原来他们很喜欢看春晚 就因为春晚里头 他表达了中国人很多心情 比如说最早那几年春晚的 八十年代初期 还都有对四人帮的批判 有对奸商 像赵立荣 赵延 龚汉林 他怎么那么脆 怎么那么脆 他都是大萝卑 有对奸商的批判 宇宙华相言 对宇宙华相言 说现在看你们这个春晚呢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搞笑 除了搞笑 没有别的内容了 但是 没有那么好笑 是啊 这个 这是 还有我个人 我想借着机会说一个什么意见呢 就是 时间长了 像全国就是这个都看着一场晚会 对他又满意的不得了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不要这个播完了春晚以后 然后就是本台自个就说 怎么受欢迎 怎么受欢迎 对对对 咱们你哪怕 比如说你 你用十分之九的时间 说 说是 这个 受到热烈称赞 爱不释手 爱不拭目 始终 我明天还想看 最后说一句 也有些观众 对这个语言节目 或者对这个 这个歌唱节目 还有些不满足的地方 希望下次增加 比如说民族演唱 你说这么一句 我显得也大方一点 我就是说这么一句话 我以上的都说完了 我对春晚的关注 到此也就结果 我还觉得 有些时候你知道 这个 今天这个社会啊 没有让人全说好啊 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你知道 有的时候啊 作为一个宣传单位啊 会有一种心理 对 有一种心理啊 他们呢 怎么来判断这个形式呢 就是说 哎 年年都说我不好 但是年年还都那么多人看 收视率调查回来 百分之八十 你们都在看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好 说明我们就得说好 这精神一到 无事不成 我们就这么说 很多时候舆论呢 也不见得是在你们嘴里 也可能是在我们这 只要我们说好 我们坚定的说好 那么最后 是不是这事 真的就能好回来 你刚才说这也很有意思 其实会宣传的呀 不宣传他好 宣传他比那个 比坏好 我认为这个丘吉尔 最掌握这个 丘吉尔说 说我到处宣传民主 你们不要以为 我认为民主有多好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民主很糟糕 找一大堆麻烦 但是没有民主更坏 你说他多会说话 这个人他才会琢磨 他春晚也可以这么聊 他可以说 我们这个春晚 有很多缺点 大家很多人不满意 但是呢 你想想要没有呢 如果没有这个春晚 我们的这个春节 我们的这个除夕 将要丧失多少乐趣 你本身还提供了 家庭团聚的乐趣 还提供了什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南极的呀 北极的都来问候 他很有气氛 会聊是会聊 很关键